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是阿美族的歌曲 它的意思是,今天是個美好的日子 的確,今天真的是個美好的日子 各位評審委員、各位長官 各位我農會最親愛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愛妳 好,我們是來自花蓮 i 光臨第七農會 特派員蔡宜昌 李北哥 很榮幸在这里能够为大家郑重介绍 从餐地到餐桌 就不然养生汤 还不算养生汤 这个阿公吃了会 阿嬷吃了会 我们光芒地区是在花莲的中区 它是属于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它有两个风景区 第一个叫海岸风景区 第一个叫中午风景区 我们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修区 叫做马泰安休闲农业区 我们就是来自那个地方 好 我们的产业很简单 它就是以农业为主 然后以观光回复人口 它是以原住民阿美族最多 接下来就是闽南 然后客家外省 还有加新住民 它是一个文化多元族群融合的一个好地方 欢迎大家有时间就听清头 好 我们这个地区 最重要的特色 尤其是旺复香 它是运动选手的摇览 以前很多洋艺军派 十项全能 无阿民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而且政治人物特别多 花莲县的县长 好几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还有它又是原住民校长 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几乎是全国原住民校长 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还有职棒 大家都知道 职棒几乎是职棒的发言地 Lego 你那个隔壁很像职棒第一届 有出现几个 是 我们是住在光复乡的泰巴达 我们的放球选手有王光辉 有陈一熙 好 一直到现在的还在打职棒的叫做周诗奇 还有一个叫东伯辉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忘了 讲一个很会唱歌的这种的 那就是萧敬德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特色 我相信这个一定和在地影时 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不对 对 好 来 我们就来介绍我们这个故事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 只要老人家去参加婚伤喜庆的时候啊 都会沿着乡间小路就一起摘 然后他们在摘什么 就很常见的 在乡村场店 第一个叫龙葵 好 这个叫龙葵 好 接下来就是肠豆 甘一档 叫甘一档 然后木鞭子 好 再来丝瓜 丝瓜 还有南瓜 还有这个啊 他们会把这些菜啊 全部集中到会场 然后就一起料理啊 然后自然而然 形成我们那边啊 原住民很特殊的一种料理啊 我们称它为 旧古兰养生汤了 汤塞养生汤 大家就这样吃啊 我们从小就这样吃啊 吃着吃着 就产生了 我们那个地区 很多特色出来啊 好 好 我们现在就来好好的介绍 我们这些食材的营养价 第一个叫木鞭子 守贝 好 木鞭子为什么名称那么奇怪 因为它的子子很像鞭甲 所以它称为木鞭子 在我们乡村啊非常多 但是我们最近农会啊全力推广啊 它现在我们啊 可以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木鞭子饮料 它非常不容易啊 它那个颜色非常鲜红 因为尤其是果汁啊 它的血红是 是番茄的40倍啊 所以吃这个对身体真的是非常好 第二个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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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被村称为蔬菜之王 在南瓜不要想看它 在我们那边啊 老人家都说 南瓜 一切 它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吃南瓜 小便就很顺畅 所以我们那边啊 老人家都不敢在田梗那边小便啊 为什么太小便 田梗都会被抽搏啊 怪不得我们家的田梗都会充滑 OK 咱来之间 接下来 我们肠豆 咱咱咱 好 它是一种豆科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豆科是很多营养价值啊 但是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什么作用 在我们原住民环境里面啊 吃饭可以拿来当游戏的 就是这个东西啊 中间它可以把它拉出来 叫苏娜拉出来啊 祖孙关西啊 其乐融融啊 这个真的非常特殊啊 这个 好 可以拿来当作游戏的一种菜 你记得 你以前有跟我说过啊 是的 我曾经下班的时候啊 看到我的女儿跟我的婆婆 在旁边有说有笑 我就到厨房 原来中餐剩下的肠豆啊 我的婆婆跟我的女儿啊 教我的女儿怎么吃豆 原来是这样 摇摇摇拉 摇摇摇拉 这个就是 不但可以培养祖孙的感情 而且还可以传承 我们原住民的品食文化 是的 接下来 就是湿瓜 湿瓜 大家 湿瓜 如你 好 我叫我如你啊 湿瓜 我们台湾话 有一句语语叫做 正不啊 赛菜鸡 不是赛菜鸡 是赛菜鸡 我们原住民的发音不太清楚 请原谅 菜瓜啊 很特别 虽然平常啊 好吃 然后 那在平常啊 我妈妈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妈妈 煮菜的时候啊 他丝瓜切成薄片 然后 贴起来 所以我相信 他对皮肤有非常好啊 然后后来 呃 用过了以后 他就拿下来 然后就一起煮汤啊 所以那个有 非常有 妈妈的味道啊 怪不得 到现在 有妈妈的味道 这句名词 就是因这个而来的 是的 接下来 我们讲 龙葵 好 这个龙葵啊 四处可得啊 在我印象里面 因为我们 那个环境啊 爸爸很喜欢喝酒啊 每次都喝得 暗醉回来啊 回来 他 我妈妈很生气 他就说到后院 就拿一把 不是棍子啊 就拿一把 黑笔仔菜 黑笔仔菜 那我直接就 先边炒 煮一煮 煮汤 然后我爸爸喝了以后 第二天早上 他也是很早就去工作 所以我相信 这对 宿醉 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呢 我家 我小的时候 我家对面是卖 酒的 什么酒 太白酒啊 那个时候是用一瓢一瓢的 三块到五块 那么没到晚餐的时刻呢 那我一定会到对面 抢一瓢或两瓢 那么阿公喝了 绝对是醉的 对不对 后来呢 我的祖母非常的贴心 早上一大早起来 就先生火 然后呢 到后面的菜里来 去抓一把 不是竹子啊 是去采一把 就是黑笔仔采 然后呢 煮一煮 那么阿公起床的时候 他绝对是 到餐桌上 先大口 喝三口 然后他怎么说 嗯 甘酸 对 非常好吃的意思 来 我们现在就请美狗 来介绍一下 这个 这种特色野菜的料理方式 好 首先我们将木鞭子 还有丝瓜 削皮 切小块 那么南瓜 洗净 切小块 那么长豆 跟龙葵 洗净 备用 接着我们起 油锅 木鞭子 木鞭子稍微鞭炒一下 待它软了之后 我们再加水 那么加水之后呢 我们放入 南瓜 腸豆 湿瓜 等到它滚了 那么材料也熟透之后呢 我们再放龙葵 那么呢 最后 我们再放适量的 也放调味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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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道 很火 咀嚷 可以竭力这道汤头的味道 因此我们在料理这个野菜的时候 非常注重它的伦理 以及它的先后隧形 对 非常重要 要总是伦理 先后伦理 好 这个材料我们就取得了 我想材料木片子大家非常的陌生 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市面上都有 但是我们的家里前面 围林就有种可以观赏 而且我们的那个木片子的那个 内面也可以 所以 好 我们食材的推广方式非常简单 我们农会物理中心料理包都有了 现在全城各地载贴 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地方餐厅我们修区里面 就是以这个当做汤 效果非常好啊 然后一般传统市场里面都有饭售 我们农会是跟全年 尤其是北区的那个旗舰店 全部都有 一上架就全部秒杀 然后我们会跟农夫和消费者 撮合啊 然后增加一些情感 食物 轮运这一方面的知识 然后最后我们会从网路上层 然后教育消费者 好 主要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 安全 合赛 自然 方便 好 在这里猜一参 林磊哥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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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